字幕提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洪洪 今天要玩這個 奇異果餅乾的魔法糖 但是期待很久啦 然後光光這邊就是 奇異果跟蛋糕酒爭搶 然後就會變最多的就是那個 奇異鳥 它之前會產生那個綠綠的那種藥水 現在沒有的喔 OK 那我們去做魔法糖吧 啊 好像在 魔法工法 終於可以買69個了 果然是幸運數字 哇 完蛋 完蛋了 我有不祥的預感喔 好 終於成功了 看一下有什麼祝福能力 這四個應該是選高速衝刺吧 我喜歡高速衝刺 我喜歡高速衝刺 喔 哼 第一個就收到 可是 528好爛喔 沒關係 那我們去玩獎杯賽吧 第一棒就用 奇異果 然後二棒 它寵物好像有提款 就用龍蝦吧 然後寶物 帶個 熊好了 還有引擎 那我們在 蔬菜村練習 騎士總是孤獨的 為什麼 它能力就是 跟以前一樣讓 吃三個 然後現在新增這個 最後重置 是 然後它的寵物就變很多了 就變成這個 提款 跟速度分數 所以才會帶那個引擎 不然它移動速度這麼高 應該是不用帶引擎才對 它發動的力真的蠻快的 那個速度 可是有點可惜啊 它 這種 現在這種新的那種 窗製餅乾 都會附帶可以吸 彩虹熊熊 結果這隻沒有 有 然後它的服裝還蠻帥的 我還蠻推薦去抽它的 真的我抽不到 好 好 你看這邊就 好多的彩虹熊熊沒有吸到 有點可惜 好 它在發動能力的時候 按跳也會有那種 吹油門的聲音 好 喔 它的發動最後一次技能 血量還是很多欸 有點浪費 對啊 還很多欸 好像可以帶紅蛋欸 這樣 可以吃到這裡的藥水 好像是喔 這樣應該要帶個紅蛋 好像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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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少一個 少一個 巨大熊熊 如果有帶這個 幽靈熊的話 巨大熊熊就很重要 唉唷 差點撞到 這個技能 應該 不用留吧 應該是不用留 把它放掉好了 然後要跳起來 欸 沒有跳起來 哇 可惜了 應該還可以再一次技能 好像有點刺激 剛剛如果跳起來的話 現在應該可以 大概四五 四五三左右吧 這樣看還不錯欸 奇異果醬加一顆糖就 變成很前面的餅乾了 可以練了啦 呵呵 好啦 那我們去玩 挑戰贏 來看一下它的低配是什麼 喔這次低配有點高等 要八等 然後這三個 來看一下排名帶什麼 好 幽靈熊跟 還有 還有 魔鬥 等應該是三個 偷解一下任務 那我們開始 今天也要奔馳 一開始 開開這個 就要記錄線了 因為我直接這樣 順順跑 其實吃不到那些 彩虹熊熊 然後我覺得這關 帶海螺真的超讚 海浪會剛好 捲到那些 很多果凍的地方這樣 你看這邊很多果凍說它就會發動 蠻剛好的 這邊就有點不熟 少了一些果凍啊 看來這裡都會剛好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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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覺得超讚的 真的覺得超讚的 還好有吃到那個 天堂 這個天堂背景我沒有看過耶 好像是新的 這個天堂背景我沒有看過耶 好像是新的 而且那個卡車上面那個 廣告也很鬧 還好也知道 那個磁鐵 好險好險 剛好像太早跳了一點 誒對吼 這是第二個天堂誒 這挑戰已經有兩個天堂 世界的音樂怪怪的 喔 竟然繞了 有那個磁鐵鍵還可以繞 真是的 那這一關的那個障礙物 長得有點 不是很防震 所以 會有一種 快要撞到的錯覺 果然第一次跑是 需要帶個引擎之類的 有個護盾比較安心 那我覺得他那個背景音樂 很有年代感 很像以前那種熱血動漫 誰會在貨車上面載那個啊 載那是什麼仙人掌 還有骨頭 還有骨頭 42 好像 沒有到很高 而且好像看到有人跑 444 差200萬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唷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